在后川普时代 澳洲要如何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呢 一个是五眼联盟的盟友 一个是经济上非常依赖的伙伴 但是澳洲近来似乎是立场非常的为难 澳洲总理莫里森 他在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发表了谈话 他澄清澳洲没有选边站 他一切都是以澳洲利益出发 没有在中国美国之间选一边 同时他也说他也没有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阵营 他讲的这番话呢 看来是希望可以缓和中澳之间的关系 只是没有想到他这番话才刚刚讲 隔天立刻爆发了漫画还有葡萄酒风波 因此呢中澳关系现在是越来越恶劣 全世界发起了力挺澳洲 拒绝中国霸凌的举动 现在有分析家认为说没有帮到澳洲 反倒是让澳洲的立场变得更加为难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澳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会如何演变 今天大事件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澳洲总理 他在确定了川普应该是大势已去 未来要迎接的是拜登总统的时代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川普总统的时代他不断跟着川普 似乎呢变成了更加更加激进的 抗中的大将 但是呢当川普要离开白宫了 接下来的拜登似乎没有要完全延续 川普那样激烈抗中的一个路线的时候 澳洲他要如何自处 我们来看那个时候呢 莫里森他的一个做法是 希望可以缓和非常紧张的中澳关系 我们来看11月23号 他在英国的一个政策交流智库的一个演说当中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跟中国的关系恶化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他也澄清说大家都误会了 澳洲没有加入美国要围堵中国的行列 他说一切都是一场误会而已 再来呢在11月25号他基本上呢 就是用他在智库的发言写成了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呢刊登上了澳洲的最大报 然后就写了澳洲未来在中美之间 他要如何自处的态度 他写得非常清楚 他说呢他拒绝选边站 然后他说他一切的决定都要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才行 然后呢大家认为说哎呦他还讲了中国的好话 因为他说中国的经济崛起 对于全世界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他说澳洲也蒙受好处啊 那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他还讲说他澳洲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 所以呢大家对于他接下来 你看短短的两天他做的举动 大家说那现在的澳洲好像要跟中国修补关系哦 改善一下过去非常剑拔弩张的中澳关系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马上我们来看看 很快的时间我们看下一张 11月30号呢马上发生的状况就是 赵立坚他在他的推特当中 po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他不是照片虽然他画的非常真实 但他其实是一个讽刺的漫画家 他所画的一个插画 那这个插画呢是在讽刺澳洲的一个军事犯了战争罪 澳洲在这个阿富汗战争的期间 他们的军人哦居然是拿这些囚犯 特别是平民他的一些俘虏来开刀 做了非常多战争罪 比如说你杀了平民 然后你拿这些战俘当成你这个练枪法的一个这个把镖 非常可怕 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赵立坚拿来讽刺 那这件事情呢就让莫里森非常愤怒 他站出来 他以他总理的高度要求中国要道歉 那这件事情呢引发了轩然大波了 因为中国呢他们说好道歉 怎么道歉 他画另外一张更讽刺的说好啊 那现在跟你道歉 所以呢这整件事情呢 在这个国际上也非常多非常多的国家来声援澳洲了 但是呢好多国家声援澳洲 像是纽西兰的总理也跳出来声援澳洲 然后美国也是英国也是法国也是 大家都在声援他的同时 莫里森做了什么事 他突然间不讲话了 据说呢他在一个私下的会议当中 他说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放大这个事件 他觉得事情越闹越大了 好像很不妥当啊 然后呢他说不要再放大事件 不要再提 同时他希望重启中澳之间的对话 他希望跟北京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 然后这起事件不要再放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似乎已经完全失控了 状况失去掌控 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挺你 然后你突然间不讲话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那么这件事情都还没有结束呢 葡萄酒事件又来了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红酒变成了世界大战了 因为中国呢 过去我们也曾经分析过 说这个中国呢 因为澳洲不断的帮美国出头 所以呢就看着你依赖中国的经济 然后你又这样抗中 所以呢他在经济上做了很多的惩罚 包括呢把非常重要的澳洲的出口的商品 葡萄酒调涨他的关税 惩罚性关税调了212% 哇那这个澳洲的葡萄酒商 真的是大伤脑筋 过去是最大的市场 现在呢一下子卖不过去了 太贵了 所以呢澳洲他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手段是 他说我要提告到WTO 让WTO来评评理 但是呢我们看到 这个漫画事件还继续发酵着 所以呢很多的国家 他要继续的挺澳洲说这是中国霸凌 所以我们来看19国的议员 大家都共同挺澳洲 最近不是非常风行吗 你看到各国的议员都拿着一个酒杯 喝一口葡萄酒 说我们小周一杯来挺澳洲 大家都来买澳洲的葡萄酒 他们还合组了一个 对华政策的跨国议会联盟 19个国家的议员 大家都在挺澳洲 最近呢白宫即将办一个这个酒会 然后呢他们也说宣布了所有白宫的酒会当中的葡萄酒 都要买澳洲的 甚至呢为了要更反抗北京 他们还说他们要从台湾买澳洲的葡萄酒 就是要气死北京 但是呢这些的事件 真的有帮到澳洲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呢在澳洲当地 有很多的媒体的声浪出来 他们认为他们的总理 外交手段非常不妥当 一个澳洲的媒体就讲了 他说总理你知道自己正在对中国做什么吗 他内容呢其实分析了 中国跟澳洲之间的情势 那当然不外乎澳洲的经济有多依赖中国嘛 所以他就讲了当你这样子 这么多的国际间挺你要跟中国直接对杠的时候 他认为他的总理要想清楚 你这样做了之后你的后果是什么 那你有没有对策吗 如果你有对策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这样做 你直接跟中国对杠 然后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 你把你所有的一些市场 你要分散到其他国家去 然后呢这个澳洲媒体说 那如果总理你没有接下来的一个 A计划 B计划 C计划 你没有备案的话 你这样直接跟中国杠上好吗 所以呢这样的一篇社论 是要求他们的一个政府 重新思考一下对中国的政策 然后呢还有一个澳洲的媒体就讲了 他说你把中国当敌人 他真的会变成你的敌人 那你准备好要承担后果了吗 你有没有解决的对策呢 然后有一位这个是 大家都说他是中国通了 这个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 他就给了现在的总理莫里森一个建议 他说你应该要去参考一下 日本是怎么跟中国交往的 他说日本同样跟澳洲的状况一样 他也是被夹在中美之间 那这个日本也是是中国 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经济的依存度其实也挺高的呀 但是人家日本怎么做的 好像没有像这个澳洲 现在被全世界推到了 抗中的一个第一线去了 好像这个莫里森最近都不讲话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 你就是抗中大将 然后他自己希望可以低调 但是也没办法 他骑虎难下 他就是要抗中 所以呢这个前总理 这个陆克文就讲了 学学日本吧 别再讲话了 收起你的扩音器 该怎么做怎么做 不要再站出来 大声疾呼 大家一起跟你抗中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一个澳洲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真的回不去了吗 现在的澳洲 是不是真的变成了 抗中骑虎难下 丧失了当初莫里森 希望可以修补 中澳关系的原意呢 带你快来看 登高一呼呼吁大家 小酌一杯 就能抵抗中国极权霸凌 纽西兰 德国 英国 美国和日本等 十九国议员 由之一同高举澳洲葡萄酒 意气相挺 几个月来 中澳关系越来越紧绷 中国十一月份 还向澳洲政府 递交一份申诉清单 内容列举十四条 令中国不满的澳洲罪状 同时更对澳洲的一系列 商品课征高额关税 其中对葡萄酒的关税 更提高了百分之两百一十二 澳洲葡萄酒这几年 大约有高达四成是销往中国 光是二零一九一整年 澳洲向中国出口的葡萄酒 总额就高达九亿多美元 占整个澳洲葡萄酒 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中国一个加税动作 绝对重挫 澳洲酒商 如今欧美各国纷纷声援 澳洲 但这样的热情声浪 外媒分析 似乎已令澳洲政府的处境 显得十分尴尬 因为十一月份 从澳洲总理穆里森的 演讲态度就能看出 澳洲对中国的立场 似乎已经开始放缓 没想到才没几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上 却出现这张图片 图片上显示澳洲大兵持刀架在阿富汗儿童脖子上 赵立坚还既不发文 为中东平民申冤 但这张图并非真实照片 而是由一名中国年轻插画家所惠 借此讽刺澳洲 却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转po 莫里森因此赶紧出面谴责 不料这回莫里森对中国的批评 却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帮强神浪 除了纽西兰总理阿尔登 法国政府也发起声援 英国保守党议员史密斯更呼吁英国 应该要向澳洲伸出援授 一同抵抗中国霸凌 除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 应在推特中还高调宣布 他们将在酒会中选用澳洲葡萄酒 以此表达力挺动作 然而眼看由莫里森点燃的 一把抗中烟祸 就这样持续延收 莫里森立刻试图降温局面 姿态一下强硬一下放软 却已经让澳洲自家媒体也受不了了 日前还特地刊出一篇文章 标题为总理你知道自己在中国问题上 正在做什么吗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也向莫里森政府喊话 表示应该要收起扩营器 建议沉默是金 但随着国际舆论 一位把澳洲推向抗中浪口上 却又得牺牲澳洲商人 频频受到中国贸易制裁 如今已让澳洲政府骑虎难下 莫里森短时间内要找台阶下 恐怕没这么简单 三零星文成都不得 好 但是这个澳洲对上了中国 真的只有被虐的份吗 他真的没有反击的一个余地吗 好像也不是如此 我们来看到这个澳洲最近通过了一个新法律 这个法律它的一个精神是 澳洲有一些州 那州政府跟国外有协议的话 联邦政府是有权否决的 你光看到这条新法 你会说那什么意思 是为什么 原来是有前因才有这条法律 前因就是中国在2018年所发起的 很多的一带一路 然后如果你去看很多的资料 你会把看到的一带一路的 这些响应的国家当中包括了澳洲 但是是包括整澳洲吗 没有 是其中澳洲的维多利亚州 是维多利亚州政府 跟中国签下了一带一路的协议 所以你说澳洲有响应一带一路 那仅限于维多利亚州 但是后来澳洲 以它五眼联盟的成员 然后美国又这么样的抗中 你说它去响应一带一路 好像不是很妥当吧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联邦政府就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 他说以后你们州 不能随便跟人家国外签什么样的协议 那如果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 联邦政府是有权否决掉的 所以这条新法 大家说剑指中国 指的就是2018年维多利亚 去跟中国签的一带一路的协议了 那虽然这个莫里森 他说没有这个法律 就是一条单纯的法律 没有针对中国 没有什么大家不要联想 但是不就是如此吗 就是剑指中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现在国际上认为 澳洲可以反击 中国的核弹级的武器 是什么呢 就是铁矿石 到目前为止 即便啊 这个是中国跟澳洲之间的经济依存度 大家都说是澳洲比较依赖中国 但唯独这一项 是中国非常依赖澳洲 就是铁矿石 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有60%的铁矿石 是来自澳洲 是跟澳洲买的 2019年呢 就买了6.65亿的美元 然后呢 今年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那么也有这个750亿美元 是澳洲出口到中国 占了全部的 这个澳洲出口总值的4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产 对澳洲来讲也是 对中国来讲也是 中国非常需要澳洲的 那澳洲也非常需要卖给中国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北京啊 你看他惩罚了很多项嘛 惩罚了澳洲的牛肉 惩罚了澳洲的葡萄酒 惩罚了澳洲的这样那样 但是他没有惩罚澳洲的铁矿石 他没有加税 他没有说我要给你惩罚性的关税 都没有 路透社就说了 这个中澳其实都不愿意碰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贸易项目 但是为什么中国非常需要澳洲的铁矿石呢 澳洲这个中国 其实他自己也有铁矿资源 但是呢就是开采的一个方式 开采的成本高 然后呢也练的一个过程呢 似乎技术也不到位 所以现在国际间呢 可以替代的货源又比较少 唯一的就是巴西 但是还是没有澳洲他所开采的好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是非常依赖澳洲的铁矿石 也因为依赖的程度非常高 所以呢现在国际间就讲了 这是澳洲握在手上核弹级的武器 如果真的中澳的关系非常非常恶劣到 澳洲必须要使出杀手舰的话 那也唯有铁矿石是他很重要的武器 你也知道最近中澳关系遇到了问题 它的根源就在于澳方的一些人 采取了对中国极端不友好的措施 而且屡屡的侵犯中国的利益 中国官方隔空炮火不断 更频频向澳洲寄出贸易制裁 中方最近甚至还直接向澳洲 发出一张14条罪状清单 一一列举澳洲近两年得罪中国的地方 包含从2018年澳洲禁止中国华为的5G建设 到2020年澳洲带头呼吁国际 往中国调查疫情源头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 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 中国外交战狼一再向澳洲展现强硬 因为北京知道澳洲经济非常仰赖中国 尤其过去十年澳洲销往中国的产品 就占了澳洲出口的32.6% 因此从贸易数据看来 澳洲可不能没有中国 但根据外媒分析 澳洲政府其实海握有几张王牌 除了背后仍有抗中民意的支持 另外澳洲手中还有一枚核弹 那就是铁矿石 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铁矿资源品质较低 开采成本又太高 加上国际上可以替代的货源又比较少 因此导致中国对澳洲铁矿石需求无比的大 若端看2019年中国从澳洲进口的铁矿石 6.65亿吨左右占 2019一整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六成以上 即使中澳争端日趋激烈 但外媒发现北京其实一直不敢碰触澳洲的铁矿石产业 因为就算是疫情四月的2020年 前九个月中国进口的铁矿石 仍有60%来自澳洲 直接反映了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 就是中国的一大弱点 然而面对中国的强硬 澳洲似乎也没想退让 澳洲国会日前还通过新的法案 内容是授予中央政府权利 可以否决地方政府和外国签订的各种协议 像是2018年维多利亚洲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 如今澳洲中央多了一道否决权 明显就是剑制中国 也让中澳两国关系持续白热化 三连新闻传播